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当是个故事听听罢了 容公主 开始吧 足够了 这阴元石真的会犯红光 和典籍中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 这红光 这阴元石怎么就照着我和浩尘师兄呢 别人怎么都没有啊 原来是真的 楚掌门 恭喜你啊 浩尘和玄机 看来是上天注定的一对啊 此等奇景难得一见 楚掌门 依我看 等你救出大千金 也该给二千金操办婚事了 是啊是啊 这浩尘呢 乃是我邵阳最卓越的弟子 配小女玄机 那是绰绰有余啊 况且这个姻缘又是天作之和 楚某心中甚喜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至于他们二人的婚事啊 掌门 爹 我跟浩尘师兄的婚事 不行不行的 怎么可以光靠一块石头 随便就定婚事呢 我不能跟浩尘师兄成亲的 这什么天地莫名其妙 老天糊弄人的不能算数 玄机 不可胡言 浩尘师兄 你自己跟我说的 成亲的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的 怎么现在光靠一块银元石 就定婚姻呢 不行不行 我不答应 这 这怎么都散不开呢 玄机 你做什么 我 我要把这红光给散开啊 胡闹 这灵光并非凡物 你不要乱来杀了自己 这不过是阴元石显示的灵气 过一会便会消散的 不见了 掌门 我与玄机师妹 一直随师父修行无情道 今日误打误撞 得灵石显灵 验证姻缘 虽说天命有定 可与我二人却实在突然 婚姻之事更是不能草率做主 只怕要扶诸位掌门美意了 好了 晚辈尚且年轻 害羞是很正常的 咱们呀 就不要管他们的事了 对对对对 咱们呀 还是聊点正事 容国主 凡请你连夜破解 如何开启天机珠之法 请诸位放心 明日 我定将打开天机珠 用假灵石 行纳礼带桃江之计 请不吝点赞 明天 diges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